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5年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发布了 一位普通基层民警的先进事迹 并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 他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汪勇 汪勇现任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 新城分局韩森寨派出所副所长 咸东社区民警 为了解社区环境和群众所需 他曾一年穿破了八双鞋 踏遍社区的各个角落 他立足基层 克尽职守 帮扶困难群众 化解矛盾纠纷 他利用十几年的时间 将一个治安环境差 法案率高 老百姓对警队意见大的社区 变成了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那么作为一名民警 他是如何管理社区的呢 他究竟做了哪些工作 才会让居民信任他 视他为家人呢 清晨 陕西省西安市 咸东社区民警汪勇 会绕着社区跑上一圈 很多人跑步是为了健身 而汪勇却另有目的 其实没有人比他更熟悉这里 但经常绕着社区跑步 俨然已经成为汪勇的一个习惯 那么他为什么要坚持这个习惯呢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 那么如果想把社区的情况 做到心中有受 首先必须要当好社区建屋的管家 做事要认真负责 凡事要坚持到底 不能轻易放弃 这是汪勇在当兵的时候学到的一句话 部队优秀的作风 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2006年3月 当时已从军十多年的汪勇从部队转业 进入西安市公安局 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一心想做刑警的汪勇被分配到了新城分局 韩孙寨派出所担任咸东社区民警 虽然被分配当了社区民警 但汪勇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不满和懈怠 他开始调整心态 全身心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当中 咸东社区属于开放式社区 面积虽然不大 但人员复杂 也是小偷经常出没的地方 治安隐患一直是社区人民的心病 过去高层发射过好多小偷到前一间 我们多层也发射过 我楼上那间都发射过来 他就从窗户上去的 为此 居民对社区民警的 治安管理意见非常大 面对这样一个群众意见大 情况复杂的社区 汪勇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万千百计划 走万里路 近千家户 结百家难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 工作初期 群众对他这个新来的警察 怀有抵触情绪 不信任 不配合 使得汪勇进不了门 见不到人 说不上话 一次次的走访失败 让汪勇意识到群众工作 搀不得半点假 要想取得群众的信任 必须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经过认真考虑 他找到了一个工作上的突破口 辖区内下岗工人老李 因为家庭原因精神受了刺激 患有间歇性精神病 发病的时候烧过别人家的门帘子 拿弹弓打过别人家的玻璃窗户 还用榔头砸过人家的门 搞得小区四邻不安 人见人躲 别人躲 不人躲 群众说汪警官 你就别敲了 小心他犯病伤到你 我说伤到哪儿我不怕 要把社区的这些群众 孩子伤了死都可大 通过各种打听 得知老李也当过兵 找到了突破方向的汪勇 再次敲响了老李家的门 告诉他自己也是从部队回来的 我知道你当个兵 为了让老李信服 亲切地称他为老班长 你是老班长 老前辈 就在汪勇以为再次失败的时候 老李开了房门 后来进到他家 一看黑马股东的 灯不亮 这个拉线开关一拉也不亮 那个也不亮 走着走着 一根线差点把绊倒了 我说这些家伙 有电短路逐电生亡 家就出个事 还是个大事 汪勇找来电工 同时帮老李扫地扫地抹桌子 整理家务 屋子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东西摆放有序 在灯亮的那一刻 老李看到这样的景象 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从老李家出来后 汪勇又多方协调 解决了老李的生活困难不住 并劝导小区的群众和家里的孩子 见到老李不要起哄 也不嘲笑 生活条件和环境得到改善 老李的精神状态也逐渐好转 老李的变化让汪勇找到了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此时一个强大的信念 在汪勇的心中生根发芽 他认为作为社区民警 就是要用行动扛起守护平安的责任 要用真心换取群众的信任 要从身边一件件小事做起 换来大家对民警工作的支持 社区安全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基础 是社会安全生产安全的基石 因此保障社区安全 就成为社区警务工作的重中之重 社区民警汪勇工作的陕西省西安市 咸东社区地理位置比较特殊 是一个典型的老旧社区 社区面积很小 主要居住着十几家改制中停产 或半停产的企业单位职工和居民 下岗人员多 流动人口多 院落建设落后 治安隐患和掌控的难度大 社区稳定 治安良好 是社区民警的第一要务 那么咸东社区民警汪勇和他的同事们 是如何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社区 建成一个安定和谐的平安社区的呢 深夜 城市中的人都逐渐进入梦乡 而陕西省西安市 咸东社区民警汪勇和他的同事仍然坚守在岗位 他们正在讨论如何做好咸东社区的治安管理工作 咸东社区是一个开放性社区 周围被五个城中村包围 治安管理难点多 我刚接管这个社区的时候毫不夸张的是说 群众上二楼送完 下楼自行车都不见了 老百姓是提心吊胆 意见很大 面对这种情况 汪勇和同事们积极想办法解决 首先从人员管理和社区防护入手 然而当他们试图通过小区物业 给社区的各个出入口设置保安的时候 让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社区居然没有物业 由于各单位效益不是很好 所以当他们找到企业的时候 负责人在得知他们的来意后 不是各种诉苦 就是不配合 等再次登门 直接被锯在门外 当时在那种案件高发的情况下 我每天夜里拿着手电筒 带着我们的同事在社区里转 通过加大后半夜的巡逻 来起到对小偷的震慑作用 就这样 无论刮风下雨 一到夜晚 社区里都能看到汪勇的身影 而他不仅仅是为了装样子 他每天都会有重点 有计划地在社区巡逻 日复一日 当时已年过七旬的退休工人 邵振山夫妇被汪勇的举动打动 一到夜里也会拿着手电 在社区巡逻 邵振山夫妇这些年来参加夜巡 可以说夏天苦热难耐 冬天是寒风刺骨 但老娘口这么多年来 一直坚持夜巡 好多次我都劝他们别巡 他说 汪警官 你都是为我们社区的平安加得不回 我们为自己的小区出来转转 有什么不行的 邵振山夫妇一直干到八十多岁 后来他们还成功劝说自己的儿子 也加入巡逻队 群众的参与形成了全民治安 实现了尽力有限 名利无穷的最大效果 有了治安巡逻队 治安信息反馈队等治安线索的千里眼顺风耳 汪勇对咸东社区的治安管理越来越便利 在汪勇的努力下 咸东社区被授予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社区 全省文明社区和谐家园示范社区党组织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几十项荣誉 为了维护社区治安 构建安全技术防范服务保障是重中之重 这一体系以技术防范为支撑 以人力防范为基础 在人房建设方面陕西省西安市咸东社区民警汪勇 在社区建立起社会民警巡逻队员 内部保安治安志愿者四位一体治安人房网络 为社区安全技术防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今伴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智慧社区也开始蜂拥而起 在智慧社区的所有子系统中 智慧安防系统显得尤为重要 是社区安全的第一道屏障 那么在这一方面 汪勇又有哪些创新的想法和举措呢 陕西省西安市咸东社区民警汪勇 经常会去检查社区居民家的门窗报警器 汪勇深知智慧社区警务安全工作 人房是基础 但技房也必不可缺 只有人房与技房相结合 才能为小区构筑一道安全防范的铜墙铁壁 曾经案件高发的咸东社区 发案率直线下降 连续多年未发生一起重特大治安案件 这主要得益于咸东社区建立的人房治安体系 但光靠人房还是不能防患于未然 作为一名社区民警 不仅要为群众办好事 更要把自己的主业做好 不仅要搞防范 抓小偷 打击犯罪 还要及时地去破案 汪勇通过走坊调查 发现东侧铁路桥与小区围墙之间距离较近 容易通过攀爬进入小区 存在安全隐患 为了加强安房设施建设 他经常找企业 物业进行沟通 却多次碰壁 正当汪勇一筹莫展的时候 异常突发的火灾让汪勇彻底赢得了社区群众的尊敬和爱戴 帮助他解决了社区安房设施建设的问题 但也差一点让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当时汪勇接到电话 说隔壁社区的一家工厂活动板房忽然失火 已经蔓延到了社区 看着越来越汹涌的火势 危急时刻 汪勇冲进火中 奋力抢出了六个燃气瓶 避免了一场灾难的发生 当时我们非常着急 汪勇赶过来以后 不顾自己安危 冲进火场 抱起燃吉平郊外跑 把燃吉平放好以后 他又返回火场帮助救火 当时呢 我当时还争议到后怕 但是从内心敬佩他 觉得是个好小伙子 很勇敢 我佩服他 通过这件事 社区内的企业和物业 对汪勇的态度好了很多 对他们的工作也很支持 后来经过多次沟通 社区内的几个小区 都安装了监控设备 加高了小区的围墙 安装了探照灯 拉设了防盗铁丝网 随着人防体系 物防系统的不断升级 社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 但汪勇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随着多次外出交流学习 汪勇积极地将在其他地方 学习到的社区治安管理先进经验 运用到咸东社区的管理中 安装了许多一键报警装置 实现了一键报警 一键报警在人员密集场所 公共区域 重点场所 在不便于报警的时候 通过固定的一键报警 一键激发 那么我马上收到信息 实现一防一无有警 多防支援 汪勇说起安装物理一键 报警装置的初衷 不是为了减少110的报警量 而是为了把群众矛盾纠纷 尽快解决 实现警务最大的时效化 我们有了这样的平台以后 也确实是小事不出院落 大事不出社区 矛盾不上交 这样的话对群众 也是一个及时得到的一些问题 能够得到及时地解决 新时代 汪勇的工作方法 变成了脚板加平板 人网加互联网的方式 他通过整合利用互联网 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科技 为群众提供智慧化的 社区警务服务 努力让动态信息 行实基层基础 让信息化警务 推进智慧公安建设 改善了社区警务的效率和水平 提升了辖区安全指数 和群众满意度 汪勇只是无数社区民警中的一员 但正是有无数个 像汪勇一样的人 在努力地奋斗和奉献 才让人民群众有了更多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作为最美奋斗者称号的获得者 汪勇身上传承和弘扬着 新时代的爱国奋斗精神 他也因此成为了 人们心目中的平民英雄 未来他将坚持自己的初心 在为人民谋幸福的道路上 继续稳步前行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